这个房子全壮坪数是202坪 实际上为半毛胚 屋主的背景来讲 他们是很单纯 就是夫妻两个 那还有两个女儿 所以是四个人生活在这个室内 实际坪数有136坪的一个室内空间 整个屋形来说 它是一个摸字形的一个形容 入口处玄关的空间 刚好是在这个摸字形的中间的这个部位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个玄关墙 去做一个水平的延展 在左右的部分去做拖开跟开口 去让它的这个动线是自由的 那跟互动性来讲 也会稍微有一些些存在 鞋位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次的设计 其实是用了一些竹编网 这种材质即便是在比较简洁 或是比较利落的空间里面 它还是依然可以去做一些 比较不同的发挥 过往一般传统的一些基本概念就是说 我进到客厅 就是一个降继的一个食材纹理的一个拼贴 在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我们跳脱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思维 我们用了一个比较温润的一个食材 去做整个工领域的一个视觉传达 从入口玄关以后的这个立面墙面 一直带到我们电视的主墙 那包含一直延伸到餐厅厨房的这一道隔禁墙 都是用这一块比较温润的石头 石材之间的这个拼接去脱开三米里 那让这个缝在整个空间里面 视觉感是存在的 那也就是透过这个垂直水平的一个律动 工领域里面仿佛是被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石头去做一个包袱 其他的部分我们在用的木皮 去做一个软色调的一个搭配 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再置入其他的家具也好 或是软件也好 它反而其实可以更凸显 它有喜欢阅读的习惯 客厅的后方我们也设计了一个 比较大气的一个书桌 另外一个休闲空间 我们用了一个框体的一个材质 特别去凸显它 我们把这个地平去做了一个架高 透过这个机能性的沙发 是让它可以是面对外面的户外的窗景 跟室外的一个视觉性来讲 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延伸这样子 那另外在餐厅的这个背后 那因为履窗来讲 本身它是一个深咖啡色的 所以我在这个不是窗户的水平位置 我也让它喷涂的这个同等的色系 让它去做一个视觉上的延伸 那再加上说我们用的这个 所谓的钢丝玻璃 去让它其实视觉感是一一约约的 让整个空间的氛围来讲 其实多了一点点神秘感 可是跟整体的搭配性来讲是吻合的 那主卧室来说的话 屋主当时在告诉我们的时候 他是不需要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的 我们用了一个弧形的一个造型 去做开放柜 甚至于到窗帘盒的这个前端的这个弧形 墙面的石材 去做一个圆论的一个弧影性 那包含在睡眠区里面 其实它也需要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书桌 我们是用皮革下去做包袱 它其实有告诉我们说 它非常喜欢一个精品品牌 对我来说 其实这个东西用在精品有它showroom的处理方式 可是用在住宅的空间里面 可能可以用不同的诠释方法 所以我其实不管木皮的颜色也好 或是皮革的选择也好 或是甚至于水磨石 那基本上来讲 都是透过这家精品店里面 去得到的一些灵感跟材质的运用 这个更衣室来说 基本上来讲 我们当然就是延续外面这个木皮 去做内部的铺陈 可是在材质的部分来讲 我们让它有了水磨石之外 我们也让它有了一个 跳饰的一个处理方式 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的更衣室 它不可能是一块成板 可以从头自尾 我们事实上是用了 非常厚的一个铁板 又折了一个L型 让它从墙壁里面延伸出来 再请木工下去做包袱 所以其实要做到这样的一个设计 也是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 比较不一样的细节 大女儿的空间来讲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书桌 甚至于从玄关处 一直延伸到它整个书房的后方 都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置物柜 那另外睡眠空间来讲 其实在它的上方 你会注意看到 它有一支非常深的梁 风水的考量来讲 会有这个床头压梁的问题 那我们想要去克服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形塑了一个弧形的造型 那对女孩子来说 它是很梦幻的 是有点可爱的 可是又不是太过于幼稚 因为在更衣室里面 它都没有所谓的对外窗 那我们又不愿意说 进到更衣室里面这么的拥挤 我们希望是说 透过一些不对称性的一些开口 它让它在里面跟外面是有趣的 视觉上是有一些连结的 可是又有一些神秘感 小女儿房间来讲 它有两个主要的视觉 第一个视觉是什么 事实上我让床头的这个特殊器的材料 往水平延伸 一直延续到书桌区块 那第二个 它的两位的凸显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让它其实从床头的部分 延展到天花板 那一直延展到对面的这个立面 让它延续下来 我们在一直提到的就是说 室内建筑的一种手法 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几何的穿卡造型 或是一种连续性的手法 在室内里面去做传达 其实每个空间的一个成功与否 跟它的一个动线 跟这个所谓的平面的发展 绝对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就是空间的一个材质的营造 跟建筑线条的一个处理 在空间的一个主轴 你能够让人家去看到 必须要在脑袋里面有非常强的3D结构 你才有办法去发想得出来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讲 就是说所有的一个调性的统一 我们总是希望是说整个空间 那它有一个空间的设计的延续 不管是材质也好 或是设计手法的延续 在那个发想的过程 其实是兴奋的 是开心的 当我接到一个新的案子的时候 其实我跟你讲实话 我有可能会那一段时间 我几乎是活在那个空间里面 而且是随时随地都在想那个案子 我是很享受的 那成品出来以后 当然也很感谢 真的就是团队的合作 跟其他同事的帮忙 对 跟公班的共同努力 那可以把这个整个画面呈现出来